HELLO 歡迎大家回到智庫巴仁SELL 今集會介紹一個很多人選擇的行業 亦是非常適合初創新手營運的業務 當然現在日常之中 很多人一直吃了幾十年 燒賣魚蛋滿仔廁的小食店 今天要介紹這個盤 參考編號SW8740 簡介名是西區民生區港式小食店 本身在這區已經經營了多年 完全沒有受到疫情影響 人們都是一樣吃魚蛋燒賣 接著很近港鐵站 附近有多個屋苑和學校 大家都知道西區發展非常迅速 很多學校和新樓已經建好 接著還要入企業 跟前幾年相比 已經完全是兩個景觀 因為開通了地鐵後 人樓多了 地價又貴了 建的新樓 樓價也升了 然後帶動整個區域的人口 年齡層都下降了 所以這個區的消費力 或活躍程度是高了 剛才提到 就是買魚蛋燒賣腸粉滿仔廁的小食 現在有小食牌 是220呎的地方 包括什麼生材工具 有3上100A的電 這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說 我除了想做鮮味魚蛋 我想做其他不同類型的生意 如果你說只有3上60A 可能未必足夠你加不同的工具 但如果有100A 基本上你加多些不同的夾餅 格仔餅 這些都可以無問題的 雞蛋仔 然後有電炒爐炸爐 2個電磁爐 微波爐 熱水爐 電飯煲 2個冬櫃 2個冰櫃 飲品雪櫃 這些身材工具都齊了 現在開店的時間是 早上10點至晚上8點 逢星期一休息 冬主每個星期兩小時收錢 訂貨、點貨、出糧 還有兩個全職員工 一位是2萬元 一位是16000元 這兩位員工都可以傾留任 接著說到營業 大約145000元一個月 以外賣為主 4000元一日左右 入貨成本 做魚蛋燒賣 好做的原因 是因為食材成本低 大約25%上下的空間 營運成本 水費8500元 電費8000元 電話費上網 255元一個月 按金3個月 按金1個月上期 水按1000元 電量13000元 租金3萬元 每個月要出糧 36000元 扣了所有支出 之後 你想想 一個老闆每個星期 兩個小時 負責收錢 出糧 聊聊 聊聊 跟員工了解 現在的情況 大概有什麼需要變 或者有什麼要跟動 就剩下兩萬元 這門生意 如果作為一個投資者模式 或者是兼職模式 其實都是非常合適 初創也好 為什麼我會說非常適合初創呢 如果你想想投資 你可以取替一個充職模式 或者你取替兩個充職模式 一個人多加兩個充職模式 就可以節省成本 自己賺更多 如果你說在剛剛開始的期間 做這些小食店 而且本身已經賺錢 你要懂的東西 不是太多 所以你學習的時候 會比較快上手 如果你有興趣 記得打電話去92932 932那邊的同事 就會約你上辦公室 簽一份保密協議之後 就可以收緊多些資料給你看 如果你們對生意 有什麼最新的資訊 想要更新的 記得按訂閱 還有什麼最新的資料 一定第一時間放送給大家知道 今集時間到這裡 跟大家說聲 拜拜 生意加盟講座 請按下個讚 報名